哈喽,大家好,我是雅蒂密斯 在今天的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你把这次影片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今天的影片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雅蒂密斯 欢迎收看今天的雅蒂聊星座 那又到了每个月底 我们要来聊下个月星座运食的时间了哦 那下个月呢就是农历春节的时间了 所以呢,在这边呢 先预祝大家心春愉快 恭喜发财 那祝福大家呢,在这个牛年当中呢 都可以赚大钱 每天都生活得很开心哦 那当然希望呢,这个疫情能够尽快过去 大家可以回复到以往的这个正常的生活哦 那这一次2月份的星座运食当中 最主要的一个还蛮重大的一个天象 就是随心逆行啦 那在1月31号到2月21号这段时间呢 刚好遇上随心逆行在水瓶座的时间点 所以整个过年当中 吵吵闹闹的情况可能会比往年更加严重一些 但是哦,和长辈之间讲话的时候呢 其实我会觉得还是保持安全距离啦哦 相近如宾一点钟 比你呢去跟长辈顶嘴或者是争论来的好多了哦 那因为水瓶逆行呢 对于交通方面呢 也是比较多负面的影响哦 所以在今年过年期间当中 如果你要带着家人出门的话呢 出门前记得要稍微确认一下你的车子的一个状况哦 该带的东西呢要记得带 那该检查的东西一定要检查一下哦 才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那另外就是呢 这个月份的星象 其实跟一月有一个部分是比较雷同的 就是很多颗星星都集中在某几个星座上面 所以每一个星座的人会发现自己可能在某一些地方 某一些部分 人生部分上是比较愉快快乐的 而且很开心 可是有一些部分就相对的不太开心哦 那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形 在二月呢一样是会发生 好的,请你拿出你的上升星座 还有太阳星座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在接下来的这个月当中 你会有怎样的运势吧 今天呢我们看到的是上升太阳 金友座的朋友们在二月份的星座影视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职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哦 那这个二月份的职场工作方面呢 金友座的朋友们其实工作表现是还蛮好的哦 但是对上关系是对你的老板啊 和你的老板啊 你的上司间沟通就不是那么的好 那这个月里头有两段时间 是金友座的朋友们可以好好把握的时间点哦 第一段时间呢是二月一号到二月十六号这段时间 那这段时间里面呢主要是一般上班族的金友座呢 你比较容易在工作上有良好的一个工作表现哦 做多努力的话呢就可以做出很棒的一个工作成绩 而且效率是相当的好的哦 那在二月九号到二月二十八号这段时间当中呢 从事销售或业务工作的金友座朋友们 你们在这段时间里面呢是很容易受到客户的照顾的哦 也很容易拓展你的新的客源 好好把握这个时机呢 就可以让你的这个业绩呢表现得更棒哦 那如果说呢金友座的你呢 是属于政治人物 艺人网红或是直播主这一类公众人物的话呢 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你的魅力很强 那只要拿出你的创意的话 会吸引到更多的粉丝喜欢你 整个人气呢是往上飙升的哦 那对于金友座的朋友们来说 在这一整个月里头哦 因为水星另行还有其他负面形象的一个影响 金友座的你呢 其实和主管之间沟通是比较不这么的好的 那有一些金友座呢 会感觉到你的主管呢 就是想法今天明天后天好像都不太一样 好像就是想要找你的麻烦哦 遇到你的时候就开始改想法 希望你也可以跟着改跟着跳 对你意见很多 那对于金友座的你来说 当然这就是一件比较辛苦的事情哦 那有一些金友座的朋友们 在这种情况下就比较容易去顶撞到你的老板啦 所以讲话之前还是要小心一下哦 在公司里头还是不要顶撞上司会比较好一点 另外就是有一类金友座的朋友们 是你的表现真的太好了 好到有功高正主的可能 那你的老板呢 或是你的上司就觉得你太厉害 他想要打压你一下哦 或是想要杀杀你的锐气 所以对你的态度也会比较强硬强势一点 那会让金友座你感觉到压力比较大 所以呢金友座你在这个月里头 如果有比较好的表现 要记得谦虚一点哦 不要让老板有机会找你的麻烦哦 那另外就是呢 金友座的你呢 如果是正在找工作 或是换工作的话 在这段时间当中 如果你去面试的话 是比较容易被刁难的哦 所以在去面试之前呢 该做好的准备都要做好 在面对比较尖锐的问题的时候呢 也要拿出更多的智慧去应对哦 展现出你的高EQ呢 会让对方更了解到 你是一个好人才哦 接下来呢 是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 那在整个月里头呢 金友座的朋友们 在财运方面是相当的好的哦 特别是在2月9号到2月28号 这段时间当中 如果你是自己开店当老板 或是你有在做副业的话呢 你的商品会受到客户非常的喜欢哦 名声远播 那生意会相当的好 会让你多赚到很多钱 那同事销售哦 还有业务工作的金友座朋友们呢 你在这一段时间当中 表现也是相当的好的哦 业绩可以说是突飞猛进 那当然拿到的奖金呢 也就更多咯 接下来呢 是学业好考试的部分 那对于金友座的同学们来说 在这个月里头哦 校内考试 小考方面的考运都是中等的 学习其实还不错的啦 所以金友座的你呢 只要好好的念书 基本上小考或校内考试 都可以考出一个让你满意的成绩哦 那在大考还有证照考试方面呢 在2月17号到2月28号之间呢 金友座的同学们考运是相当良好的哦 在学科和数科方面呢 都可以有很良好的发挥 拿下让你很满意的成绩 接下来呢 是桃花运的部分 那对于金友座的朋友们来说 在这个月里头 桃花运是好坏参半的哦 好对象跟不良对象出现的 知识大概就是一半一半啦 那特别是在2月9号到2月28号 这段时间里面呢 金友座的你是人缘相当良好的 那这段时间当中呢 也比较容易认识新朋友哦 如同我们一开始所说的 这个桃花运就是好坏参半一半一半啦 所以在选择对象的时候呢 要瞪大眼睛看清楚哦 不要呢 太快被天眼命雨所吸引就晕传哦 有一些好的对象呢 是需要你慢慢去认识和发掘的哦 那在2月13号到2月27号 这段时间当中呢 是比较容易出现危险度高一点的烂桃花啦 可能会对金友座的你呢 有一些毛手毛脚或者是性骚扰的一些行为哦 所以呢 金友座的你在这段时间当中 一定要严格过滤你所认识的对象 而如果你发现你认识的对象 对你有意图不轨的行为的时候呢 要尽快和他保持安全距离 而且不要再联络哦 接下来呢 是爱情婚姻还有家庭的部分 那对于金友座的朋友们来说 在这个月里头呢 因为你的工作压力其实是蛮大的哦 多半呢 你的时间和你的心力呢 你的焦点都在工作上面 下班之后 其实已经比较筋疲力竭了啦 和另外一半之间 也就更没有什么话聊哦 有可能就是倒头就碎 或者是呢 和另外一半就是大眼灯小眼 但这样子呢 其实对你的婚姻和感情呢 都没有什么正面的帮助哦 反而只会让你和另外一半之间 感情越来越冷淡 而且你的另外一半可能会很担心你 那我会建议金友座的朋友们呢 在这个月里头下班之后呢 不妨你就越着你的另外一半呢 一起去做一些放松抒压的一些活动 会让你身上的这些压力 更快的到一个疏解哦 那也会让你的另外一半呢 深深感受到你对他的重视 还有对这段感情 对这段婚姻的重视 那你们之间的感情热度呢 就可以维持在一个还不错的状态下 接下来是身体健康 还有交通安全的部分 那这个月里头 金友座的朋友们 在健康方面呢 有五件事情是要特别注意的哦 第一件事情呢 是有一些金友座的朋友们 在牙齿方面是比较容易出一些状况的 建议你在这个月里头呢 不要去吃什么太过坚硬的东西啦 以免牙齿有受伤的状况 第二件事情呢 是你的脸部肌肤在这个月里头呢 是比较敏感 比较容易出状况的哦 所以呢 在使用任何保养品的时候 都要确认一下 这个东西有没有过期 还有它适不适合你的皮肤哦 那第三件事呢 是有一些金友座的朋友们 在这个月里头呢 是比较容易发高手 或者是呢 头部有撞伤的一个情况发生哦 有任何不舒服的话 尽快去看医生诊治哦 那第四件事情是呢 在这个月里头呢 是比较容易会有运动伤害的情形发生 那最严重的情况呢 是有可能会骨折的 所以呢 金友座的朋友们 在这个月里头跑跑跳掉 或是去健身房运动的时候 要记得不要太过激烈 那也不要太过量哦 那最后呢 是有一些金友座的朋友们 在这个月里头 是比较容易有烫伤 或是被电到的情况 是在使用火 使用电 或是使用一些会发热的电器的时候 都要特别的小心哦 减少呢 被烫伤 或是被电到的一个机会哦 那这个月里头呢 交通运大概是中等啦 那交通运比较差的时间 大概就是零星的几天 那这个部分上呢 我也在宇宙运势的时候呢 为金友座的朋友们 做一些提醒哦 要记得去看哦 今天影片呢 就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要记得开小铃铛哦 也欢迎你把这支影片呢 分享给喜欢星座的朋友们 如果要和我聊聊的话呢 也欢迎你在底下留言哦 我叫天秘斯 我们下次见 拜拜